古萝利 古萝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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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裡躺40人了 餐中做20人 不是 我做回到這裡開始做餐 我在這裡做餐 就 estado賣大猴子 做工是要 去自己 有的人沒做的話 他就這樣告訴你 說 啊 做的那個 餐廳 好奇 我沒做啦 你這個雞 賺到沒多少 其實鹹雞 它不是一个梦想 它是全球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感觉 我对这才有信心 用天敌 嫖宠就是天敌 就也不用我们去 周末的早晨 老农徐坤章 把刚采收的芋头端上车 准备在市集开张前出门 我去参加大家的 买幼稚的素材 就差不多九点开市 我都专门买幼稚的 吃的东西 最后才十包 十包都没有 都没有这么多 这些市集比较不够 非常多米 菜比较有效 这个位在兰阳平原 火富名声的大宅院友善市集 是由一群以善待土地 为信念的农夫 共同经营的 每个月的第一 和第三个周六 都会固定在这里开市 徐坤章已经在这里 涉滩了好几年 他的清果农作 每样都是来自 他亲手耕耘的田地上 这些是芋头的 我自己拆的 这些芋头 这些芋头就种两三个的芋头 这些芋头的 这些芋头的芋头很漂亮 这些芋头的芋头 这些芋头也一样 芋头的芋头也一样 芋头的芋头也一样 这些芋头的芋头也一样 我会想要到这里来买的 大概都是蛮 对这一方面都是蛮注重的 那种健康 就是比较重视天然 芋头我觉得它应该比较新鲜 近年来消费者对食材的健康意识抬头 这种可以知道食物产地来源的市集 成为一些婆婆妈妈选购的地方 市集里消费者可以直接跟农夫面对面交流 没有中间商的行销包装 老农们只有靠自己的诚恳 即作物建立口碑 我当做这些芋 有时候也不太多有时候不太多都会有 每个人都会来买 芋的芋没有多少 这芋两包而已 菜不太多 几点来这里比较有 几点没跟你们说过 比较有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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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都是我去 我爸妈都不想去 因为他说 去再买一包米 再买两包米 效果很差 他就说他买去都不让我去 现在比去年一月的时候 刚才来的时候还多很多人 徐坤章的女儿徐愚敦 去年开始陪爸爸到友善市集摆摊 从前老农埋头耕耘 很少抬头望向市场 冒险改变耕种方式 心里总是忐忑 年轻人加入 对徐坤章来说是个帮手 也是支持他做下去的关键 刚中邮机的时候 对啊 他这样烦恼讲 不知道在烦恼什么 假日回去 他一样跟你聊天 可是你看不到他平常 在烦恼担忧的那个一面 可是我妈妈有时候 会打电话跟我偷偷讲 只好他有一阵子 其实是很 我们身杖都很滑 我觉得中邮机怎么会让他变成这样 有时候我们就想要放弃了 我会说你整体不要杖了 这么辛苦 要自己买 很辛苦 你整体不要杖了 可是 可是这个 这个一开始鼓励的人是我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 我看到的农村就是不断的喷农药 我看得很害怕 因为我上次早上买菜我就觉得很害怕 我还会跟我们爸爸说 他不信你这一套啦 他也完全都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妈妈有啦 梦做啦 你现在有打招了 你光国一人知道有较好 比以前有较好 一家月才来两座两次而已 下午一点 今天的友善事集结束了 徐坤章把没卖完的蔬果 挤有机米装箱打包 开着车回到他居住的行建村 庆绿的农田是他最熟悉的地方 除了土地 这里还有一群跟他一样 为友善工作努力的老朋友 买菜 看着那一条 你上次去那个友善事集 你这样米是买几包 两包而已 你带几包去 十包 买多酒都没关系 买两包出门就做酸团 这样没办呀 对啊对啊 好啊好啊 没关系啦 越买越好啦 好好好 张美 她是行建村的老村长 为推广行建村成为有机村 不遗余力 我们这些宜兰 一年都保了一宜而已 第二宜就 政府有的薪金与资助的资助 所以我们的地团 如果掘起来之后 就开始把她淹水没淹 然后就 把豆花拿到 把豆花拿到豆花 就是说 豆花花好 就豆花水就拿到 那这个豆花 大串到 开灰灯 当时 它那个 头 竟然有那个 堅流浸 堅流浸就是 农我们的那个 淡肥 比这个土地 真肥利 所以说 宜兰宜兰这边的 这个 农作物 应该是说 土地有效果 比较健康 张美说 撒完豆青的土地 土壤比较好 等过一阵子 豆青长高了 再以耕耘机 翻耕入田里 当肥料 这样不但可以改善 土壤酸减值 还可以增加 土壤的营养分 休息的农田 是为了生产出 更好 更优良的农作物 土壤 豆青这就是 政府要保障 我们的休兼职 就是要贏这 贏这 看才可以 照给你保障 再来就是 过一本农 就要烹下去 做堆肥 烹下去做肥 后来我们放肥肥 是放幽肥肥 比较小 警察说 像这个产生炒 那个幽肥 这就是说 我们幽肥 现在用剥的 用剥草肥来剥的 如果 如果我们来監醒 他冲在这 就给他盯上 洗完就好了 哈哈哈哈 我们幽肥 你看看 那个产生炒 都会给他 穿一穿一穿 很漂亮 做監醒的 人家就做 他说 我没 我 他很坑 刚才坑 他没 这样说 他 有没有在做的人 他就这样跟你说 说 做的那坑坑 那会去 我没在做 你们在家 贪也没多少 他就这样跟你说 他是阿土伯 行建村中年纪最大的农夫 顶着79岁的年纪 改做有机农业 四年来 他坚持不在田里 喷洒任何农药 所以福寿罗的数量 比以前多了不少 还好过去累积的身后经验 让他知道 怎么让这些虫害 变成除草的帮手 我来找的 抓着福寿罗 给你们看 好 这一个福寿罗 夹底拔的 现在 在我 四十个会吃的 现在 大张的 更大张的 他会给我们吃草 这我们 我们不在草 在我大张的 他不会吃 他会吃 我们来 刚才起来的草 吃到整年 整年 整年 也好 也不好 太厉害了 这也是我们的 幽杞 幽杞 这也没 没有 发贵 要做幽杞 就是说 不要担忧了 糖 然后 生糖 有糖 还是要 忙自己 那 如果 要去 不然就用 那个 口底粉 就要给它拌 放一口 要吃 那样严重了 这如果糖 吃那样 一口一口 这都 就说 阿土伯种田种了一辈子 从来不怕种田苦 不管烈日当头 还是刮风下雨 都能看见他头戴斗笠 剑步寻田的身影 他很清楚 田地里的自然循环 知天命就能清心自在 放下得失 行建村位于宜兰三星乡的右上方 村子四周有行建西 安农西 万富尊 易影路环绕 这四条天然屏障 加上因为农地重化后 灌溉与排水水稻分离 让行建村的农田 非常适合有机农业的实行 我在这里住了四十年 四十年因为在这里也传统做二十年 所以说较有在我们新建村 驾驾驾路 才有发现我们这个村 又来因为重化之后 市场也有增多 所以感觉不但可以 塑造很好的空气 还有妈这家都脆脆脆 所以感觉住在这个地方 我就很介意 很爱这个地方 张美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为推广有机理念 成为行建村的新手农夫 之前她除了开过小杂货店外 从来没下过田 六十多岁的年纪 从头学耕种 现在的她已经是满嘴种菜精 像这也是香草 这种人叫做迷迭香 这迷迭香 如果说水的鸡腿 有人用迷迭香先把它拌拌 有那个香味 这边你看这就是蚊子 这蚊子是要生蚊子 那边看的就是房工菜 比较过这边这就是秋葵 还有大白的那就是菜刀 还有茄子也叫 空心菜 还有韭菜 还有青椒 所以十几行有 还有钱 就算是太刺激了 张美在行建村当过二十年的村长 熟悉村里的大小事 因为这样 所以能说服一些老农 转坐有机 这条道路是漫长而辛苦 但是基于对土地的热爱 她坚定地向前走 我没有做过蚊子 还开始在我做蚊子 当然人们会说 感到辛苦 他就是村长 路人 对这幼稚的政党是 将周周圍在做幼稚的 我们头上就说 不知道难过 做了十难过 那村长 以前我们做蚊子 就做到才开始做蚊 真不简单 如果不购老百姆 不购 做的做传不购 不像我们这个做 我们做去大厢也知道 它都不购 这减要做就对了 说到幼稚的外 有一个心有外相处 家旁边的这些 如果说蚊子 它就真不购 都从幼稚子的 一个床 更大也从幼稚子的 那也是以前有法度 以前我做監事 就做到監事 監事向上要做 有一个来找我来说好 早上来说好 不购老百姆 不知道怎么购老百姆 不知道怎么购老百姆 现在几年做到 就没放棄了 今年七十五岁的徐坤章 就是呼应张美的理念 转做有机 对于农药 徐坤章曾对他又爱又恨 爱的是 他可以把农作雇得很好 恨的是 他对土壤和健康都不好 不知道你这不购老百姆 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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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你这蜂蜜有好吃吗 好吃 好吃 这个 好吃 好吃 这不就这么漂亮 对 那你这蜂蜜 要拿大 有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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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蜂蜜来吃 不怎样下肥就更漂亮 现在的徐坤章 对有机耕种 身具信心与心德 像這個桃,我前面再建盤吉,做桃 桑桶山,做桃 順好的廟,朵競爐 朵競爐 剛出來的魚要做船長 我們剛才邱邱來做一個優雞的 阿伯來種優雞的來提供 我們要不要做優雞,要不要做豬競爐 對這個桃柏什麼種種的 對我們身體大方都覺得很好 這樣跟我們說話很聽 說說我第一次我就答應說 好啦,沒有來做,好啦 你再找找,別人再送,要再做這樣 頭的時,如果是怕沒什麼可能 要是說你... 他船長,他對魚要不要做船 他就說,對 他也要做這樣說 別人在賣 別人在賣 別人說,對,要做給湯匙吃 好,是怎樣就怎樣 對 不然,以後要幫你殺人 有人是這樣在賣 現在也是在研究 有些專家在說 怎樣在說 待兩廳也在說 這樣 他也聽得不懂 他也會這樣 現在就是 那個白變是騎牛去村 沒有錯,但是說 阿爸看的人 比較多人,我來就去做 你現在又在這裡 你要來做嗎 你要來做嗎 我沒辦法 你沒法理 我沒有 為什麼沒法理 我沒有,阿嬤在做 我才會做 做什麼 創裸得更好 他是這樣 才會超人 人家每人說 你們這個手套 行善 我們把玩具要かな 我自製 沒有,我是 viol dok 也沒有 cled 我不是 怎麼可以做 那要拿起來 沒有 gå 現在又還有 他們跟這個 Sou Apok 老闆都原來 我做計劃 幾乎 八糞 就開始做 所以現在 九十歲了 直到現在還沒做 都別人去做 不過我店裡有米也買來吃看 比較好吃 買雞那麼貴 那一公斤 都一百塊 這樣貴很貴 你會不會嗎 對 你這台鐵骨要用嗎 這台本來你的 對 你現在要幾歲嗎 不然你要用這台鐵骨 現在有幾年了 你到時候要做 這台本來我以前做的很貴 我以前就像這個普通那些 我以前蒙火就好了 我以前蒙火就這樣蒙火 以後蒙火 蒙火就這樣 你現在也沒多少 那沒多少 對 現在已經有幾十歲了 九十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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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歲了 五十歲了 不管有機耕種或是盥形農法 都是生產糧食的方式 台灣人見面打招呼 常問吃飽了沒 的確吃飽是生活的目的 盥形農法可以精確量產 對農夫來說 價格合理 耕種方便 而有機耕種需要密集的人力 農作價格又高 消怒又不見得暢通 兩種方法都有得有失 但基於對土地 對生態的未來遠景 張美還是努力的奔走 你在蓋住嗎 對 好啊好啊 我今天想來跟你說有機的事情 這個事情 沒有辦法 這麼做好的人 沒有手工 也沒有尾頭 你拿又拿不好了 這樣才我才會成功 那是人 那是人 但是你說像 我們那樣的設備有好 其實也沒什麼問題 那些土地 你知道嗎 跟群青人 群青人 群青人可以做三家 如果這些老人 來去管理 比這些少年 還比較乾淨 對 沒有關係 你這個推廣村 你這個無雜別人 像他們現在 沒有錯 他們生了 合作吃生了 這城北戶 城北戶 在推動有機農業初期 張美遇到不少挫折 行建村一百二十多位農民裡 只有十多位夥伴加入 目前行建村的兩百公頃農地中 也只有約二十公頃左右 採行有機種植 但是有了支持者 就是一個好的開始 為了讓支持者的農作有市場 他決定成立合作社 作為行銷的窗口 喂 你那個層層辦人 你好 你好 我上天有說 要來簽這個合作社 我這個合作社 是要簽有機的 我現在已經有問 口中好了 你怎麼準備要還新簽 不可以 不可以 這樣我要問什麼 這好事 你這樣在那裡動 但是對張美來說 就算有二十年的村長經歷 要成立一個有機合作社 許多資源管道 她還是茫然不知的 這些深情困擾 也是許多農夫 想轉做有機的障礙 其實那些老農 種椅子都很厲害 是改變說 開始不需要轉農藥 不需要放花肥 還不需要轉體超多 這三個先改條 最基本的 第一件就 先辦那個 有機的那個上課 上課就是 改良町 改良町聽到 我們要發電郵基川 他就自動來找我們 說有機栽培管理 他要把我們訓練 再來 那時候做郵件都會想到 政府的補助 補助就是當然 就要有很多組織 有很多組織 所以就先去那些學組織 既就有很多組織 可能老農人就比較 應該是比較安心 對 比較安心 很少生日後 他就申請說 要來運作這些工作 因為農民都會要行善嘛 會要行善 你說這些業務農民就沒辦法了 就開始申請 那個 多元就業的經濟史 的人力來幫助 這樣 知道說 這個 可以來去老委會申請 申請 那問題 你知道 如果我要用那個劇 那個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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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嗅得出來稻米 它的病害在危害稻米的部分 葉子整個都沒了 整個葉子都是已經乾掉了 那乾掉老人家一看 這就是丟那個葉稻药病嘛 老人家就會唸啊 老人家要去灑一灑就好了 為什麼不灑呢 已經種了三個月了 快要收成了 你幹嘛要把它放掉 老人家的意思是這一塊 那不灑藥那個也有衝撞起來 父子輩的那怎麼行 不灑藥 那要怎麼收成 對啊 在那幾年也是一樣 從跌跌撞撞啊 你看喔 別人都收成一萬兩千斤 一萬一千斤 那我不灑藥的只有八千九千 剛開始 加入有機耕種的農夫 除了擔心的稻米收成量外 最煩惱的就是 要有獨立的有機粘米廠 烘乾機 倉庫等等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 徐坤章先把他家的古措捐出來 暫時解決大家的問題 一定要優雅才可以來這裡 到現在第四年了 新家一個人 不想說很擁有 他們怎麼說 都是流浪比較多 你蒸這四百塊 八十斤 八百斤 五十斤 這樣蒸 然後再拉 拉來放 然後再拉 這樣有夠麻煩 不要再說盤子 就是這樣 做日可以 好時好時 就是說更難 雞 這個阿米雞 比較沒有問題 現在就 風乾機比較有問題 要風乾機 要建設廚 那個廚 風乾機雖然說幾十萬 還是說 不用做一百萬 來說 那個廚比較大問題 廚要蓋 還有土地 要有土地 要蓋那個廚 要風乾機 還要穿口 太空包 要蓋我的體力 穿口 這也很困難 對這個在想要緊 目前 有機合作社遇到的困難 都是當初老農們所擔憂的問題 這些農夫選擇了辛苦的道路 堅持下去的代價 是希望換得下一代的美好 獲得起 日落 疫苗 我們可以在 imposif 經營 新以markets 直到 布 當時 スpre Trainer 我六天 都its零 times 就已到我的花 都來切 х clicking這裡 想讓我們吃 和後面家吃 這是謹字 是羨精 才說 這個謹字真 dignity 我現在這個菜都沒有放肥 都自己這樣生 我們現在很多豆子 待會兒我們要來吃雜糖 像我們現在這棵菜圓子 已經有四年 四年沒有長農藥 沒有放這個化肥 所以說我們這裡 有時候都會看到那個 像椒子 椰子也很多 現在都會這麼拚來拚去 現在都沒有釣湯起來 我這個完全沒有長農 所以我這個都會像牆牆 洗一洗 洗一次 我們家一般炒菜也不會說 天家有沒有 我們肉絲啊什麼比較多 我們家都清炒就哪吃 想到這裡說全家人健康 那吃到我們的菜也會健康 這個其實我是我們做油雞 我是最高興的 其實我們小時候 就開始都吃媽媽種的菜 後來就是從現在開始 因為我媽就是加入油雞 那自從我藏娘吃完油雞之後 我發現她的菜跟以前煮的 完全不一樣 因為她就是以大自然的為主 然後吃起來比外面的還要 雖然是很清淡 可是吃起來 對我們身心還蠻健康的 阿他肉絲自己有所在 自己種的比較好 才沒多的 我都問說 這菜好吃你都怎麼說 很好吃 對 她都這麼說 我都常常吃 她都說很好吃 家人吃進嘴裡的健康 是張美在田裡 流汗換來的辛苦代價 但這辛苦看在女兒的眼裡 卻有說不出口的心疼 很辛苦啊 就是每天她 有時候她晚上還要再寫一些報告 有時候很忙 甚至一兩點才睡 早上五點又起來 回來就是 她每次一進來就是 在這邊馬上就打瞌睡 要扮吃一支筷子放她就睡覺 我們都知道她很累很累 因為這是她的理念 所以我們就是支持她 剛才有問題的解決 都是我 我希望自己比較沒力 比較沒力 來看這個學生 這時候就跟她們說 說我說 要找一個我可能做不到 你聽到她們都怎麼說 你知道嗎 你跟我們照一照 也是你才有辦法 你要放掉才可以 她們就會說這些話 說一說 我就 我也覺得說 我現在都當作說 我就是這個人 跟她們照起來做幼稽 然後放一條路放掉 你講比較怎麼樣 或許就是張美這個責任感 讓行建村的老農 願意放棄慣行農作 嘗試有機耕種 在倒作休耕的空檔 農夫們並不會閒著 阿土伯夫妻一大早 就在農地裡忙碌著 他們規劃著作物的種類 想像著他們成長的樣態 還會驕傲地展現一下 自己的專業技術 rapidly 現在這樣跟著 才沒icks到 都夾到一顆 border 柔 柔 的 這後 菜就開始不上 現在就會盤 那柔麼玩 缸分 夾柔 起餘 第m die 回來 wheat 還有 que 精采 都都有啦 小孩子就做了 老伯也夾 老伯也夾 現在差不多要到11月沒了 那怎麼苦練 小孩子是掛在外 掛在外 拿一盆的背 那個比較出來 要怎樣切 要落背 沖沖的這些比較難 那就是按時間的 現在在外國都會把它放在探頭 你不可能去拿探頭才不會刺 那後來那些垃圾你就會害去 那這就是 後來做後來我沒去做 我拿探頭去 後天我再來做 這個工作是這樣 會疼的工作就是 有冬的工作才會疼 你沒做不刺 你反正幾點鐘你要做到好 就是那個問題 那如果其他人說 如果說那個沒按時間的 沒關係啦 我今天做沒按時間的 後天再做了 沒關係啦 那個沒按時間的 那個比較不疼就對了 有個要請人做 也沒辦法請 不要做真正 一隻串就 就拿鍋裡要拿做 到時候也是要這樣做 好 這就要做幾百錢 做幾百拼 沒當節啦 都自己吃啦 為什麼會比較疼 在這裡如果好一點就都不會疼 靠人愛就不會疼 農夫最高興的事 當然是作物被肯定 辛勤的成果不被浪費 在阿土伯的菜園旁 有一塊看起來像是雜草的荒地 是阿土伯媳婦圖 圖艾莉的無毒菜園 對於公共加入有機的舉動 他是百分之百贊成 其實爸爸就是因為以前我們那個 詹美村長就是來就招攬我們做嘛 然後我們就想說挺他 然後就跟他一起做 剛開始我覺得這樣很好啊 以前我們是種 我們是慣型的嘛 我們也是很少在撒藥 可是真的有時候遇到蟲害真的很嚴重的時候 還是有時候會用一點 我們一直想要就是突破傳統的慣型跟有機 我們正是第二年第一年的時候還OK 第二年是土地最平級的時候 對就是因為之前我們是做就是 慣型的可是我們也沒有傻藥嘛 但是我們至少有用肥料 但是他土壤裡面還會有剩餘的肥料啊 做有機以後就是全部都不能用藥啊 我們也是想要捍衛我們的母土啊 就是試試看嘛 然後咦就要就過了四個年頭了啊 就是這樣就是會啊當然很辛苦啊 剛開始嗯 驗證就是慈型驗證很嚴格 四年的時間讓地力恢復自然的樣態 土愛麗輕鬆帶過 但是行走在田間的足跡是一步步的從沉重走向踏實 眼前這片和雜草並存的菜園 雖然賣相不好 但心意絕對是滿分 我有時候在採作物的時候他們會覺得說 小姐你們家的草好高喔 你在採什麼裡面有作物嗎 對啊他就會這樣認為啊 我就是會很驕傲的跟他說 我這個是自然農法的 對 好吃 小米 脆脆的啊 而且甜甜的啊 很好吃啊 那別人覺得說 外面的他口感比較硬 對 因為他們有的有撒藥 盥型的有撒藥啊 然後放有機肥得要洗 留在嘴裡 久久消不去的這一口甘甜 是土愛麗這些年努力實踐有機最驕傲的成就 同樣在菜園裡找到那份驕傲成就感的 還有徐坤章的這片芋頭甜 沒想到當初跨出有機第一步 讓他們感到矛盾的那份不安 如今已全都變成了心理踏實 有機肥不太大力了 因為說不太好機肥 這機肥就吃了 不可以吃什麼吃 蚵子很漂亮的 這幾人館的 這幾人館才有了才有 現在這間就吃冬 吃冬蚵子才會吃 蚵子你要了解她 當時水也是不會吃的 因為蚵子沒放過幾顆 頭就比較乾淨 像這個頭 我前面再蒸錢 這頭 這肚子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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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了我 徐坤章的田 自從四年前開始勿灑農藥後 田間的生物慢慢都回來了 以前看到蟲就皺眉頭 現在看到這些不速之客 心裡卻樂得開心 我這肚子 我這肚子是菜圓 菜圓 你看我都看到蚵子 對不對 這叫做馬力針 它的作用就是吸引蚵蟲來 我們的菜都會生蚵 那蚵就是食物 它會去吃蚵 這叫做用天蜜 蚵蟲就是天蜜 就也不用我們去養 去製造 就天然的 就是病蟲害的敵人 他會吃掉那個病蟲害 原本是種田的外行人 如今瞭起有機 卻頭頭是道的張美 其實是受了村裡的有機農夫 沈福智所影響 國外聞農藥味道的張美 每次春耕農民噴灑農藥時 他都在想 有什麼方式可以替代農藥 最初的印象就是 他們夏天的時候 就說在我都轉油 對嗎 轉油用那個機器去轉 所以說他們的人都在 油的那個霧中 我看到這個 感覺很不甘 後來就是因為我從 95年去港 我們村的買油雞米來吃 因為我們普通的米 一斤才25 也要油雞米 一斤那當中84塊 我就開始一直跟農民說 他們說 你們這樣 轉油用那麼辛苦 還都不太熟了 他們的 他們的穿衣衣衣都 搞出來了 他說 都不說自己買什麼 之後我就一直給他鼓勵 積村的念頭 以我現在的一個概念 以前的概念 可能我會量產化為主 就是說要量產化 那我以現在一個觀念來講 我要什麼 一個環境跟一個健康 跟一個勇氣精靈 我當然也是要現在 做一種工作模式 這種有機工作模式 51歲的沈福智 從小就在務農世家的環境中長大 長期在祖父輩 耳濡目染的經驗傳承下 接手務農事業 讓他在種道上 有傑出的成績 不過9年前 他卻發現 長期施灑農藥的土壤 開始出現了酸化 於是他重新思考 用有機取代罐型的耕種方式 這一片是我的有機田 這是我比較早期做的一個有機田 我目前在行建村 差不多有七甲多的有機田 這個就是我辛辛苦苦 種出來的有機米 你看 它你看 粒粒飽滿 你看它不會輸給 用盥形農法的一個米 你看 又白又漂亮又回 你看我們這一期的 你看超漂亮的 2013年8月 宜蘭地區的第一期稻作 大部分都已經收割 行建有機農產生產和作社 這一期的有機米收成 大約有6萬多公斤 雖然總收成量沒有比去年多 但品質卻比去年進步了不少 對他們來說 品質的肯定 比數字來得更重要 雨後的行建村顯得格外清新 趁著這片空檔 徐坤章趕緊把剛從年米廠拿回來的米 一顆一顆檢視過 對米品質非常要求的徐坤章 對於要送到客人手中的米 連一顆黑米都不能有 這個米也有這麼大顆 還要一間烏烏烏烏 這可能就是在餐桌 就是有問題的 現在摸下去的一顆肉 吃著沒關係 就是看不看 做成績 一台幾百萬 目前沒錢買 還沒買 所以說有人家這樣賺 我活動後就 比較多的量比較多的就在餐櫃 這餐櫃 那種酒 要拿的人要給他賺也很不方便 極限賺 不一定一天賺多少 就不去那邊賺 譬如說 一賺的 譬如說現在 我早餐餐兩包櫃 這樣他就百幾斤米 現在這兩天就要賺得好 明天一禮都能給錢 那後天拜他上班 還拿一包 其實都可以 做這個 說起來 比較不接觸的農業 是不錯的 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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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賺多少 因為年輕人 從你這麼大 要顧得漂亮 要修身更多 現在比較多 就要 像我們有湯吃就好 做如果有關係就好 兩個人 我都要去做就好 不要 幫我吃水果 怎麼 哇 這裡好料 好 水果先吃 來 來 讓人過 快 來 吃 這我們自己的 吃水果 吃水果 我們自己種了 這會怎麼說 我們爸爸種的 對 這真的有記者 對啊 我什麼肥也沒黑 什麼樣子也沒痠 對啊 鎮 鎮 有黑的雞 然後上面好多那個 黑黑的很大隻那種螞蟻 在那邊爬來爬去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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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邊 有黑的 你看我的手掌 它在我這裡 這裡 就這麼大隻 其實就種不多 每一種都一點點這樣子 那我們就 家裡就夠吃了 住處有了 有時候我們拿到那個 大宅院友善市集那邊去賣 對 那很多人都很愛買 一下子就被搶光了 幾乎每個禮拜都會回家幫忙的 徐愚敦 對於父親從慣行投入有機的改變 讓徐愚敦覺得既意外又開心 他知道老人家要改變習慣很難 突破創新也需要一點勇氣 所以他善用本身工作的專長 在網路上幫父親的有機米設立一個專屬部落格 讓更多人看見父親用心栽種的有機米 也因此 有越來越多的人 開始跟徐愚章訂購有機蔬果和有機米 所以這個部分我就盡量在我能夠做的範圍內 比如說在網路上我們多多幫爸爸媽媽推廣 讓更多人來知道說這個有機的那個農產是怎麼來的 那什麼時候有哪些蔬菜 什麼時候有什麼芋頭啊 地瓜啊 我都會在臉書上面跟大家講 那有興趣的人就會跟我下訂單 有興趣的人會有傾斜 你今天置信品 會好 對 了解 你先把它拌一拌 好 稍微等 好 我今天要拌 好 2013年8月中 章梅的田又準備要翻土耕種了 一大群白露絲跟在翻土機後面 享受著一頓的大餐 這是農村常見的景象 但在這裏更顯出無憂的美好 其實燕雞不是一個夢想 它是未來一個氣勢 因為包括我你看 包括日本那麼先進的國家 德國那麼先進的國家 他們都在推行有機 而且他們的農周圍都出現問題 所以說它是未來全球的一個氣勢 所以我覺得我對這才有信心 沈福智心底的聲音 倒出了行建村有機老農 對於未來的希望 今年的訂單也反映了這個希望 有機米在8月剛採收完的初期 在各界的幫忙下已經被訂購一空 有機米在4年才有機 有30年才有機 我們想過另外的設計 設計還會好 這個公義的 我們裡面的喵米 大家都說它 特別喵米喵起來比較漂亮 99年第一次 七月掛起來 我們這些農民就說 我們這些米要賣賣 大家開幕的討論 我們正經都開心做友機 也不知道 沒有煩惱 那時候也不知道 到後來 掛起來才在高雄 大家也不知道 我們就 有開幕的開幕就變 我們農民就有提議 說 就來去 管政府 找管政府買 不然他在鼓吹我們做友機 我們現在募前的消路 是 蓋起來有 營養一些 還有透過網路的團購 再來一些 現在 像 去年我們就有一間國中 義蘭的國中 來一個月 就要吃600公斤 所以 也讓人 什麼 一些什麼 基金費 買去 建築 一些 都有 應該 應該是說我們在網路的團購物 借完 我去台灣 做網路 去燒這個 燒到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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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米很好賣 好吃的米 當然好賣 因為我們的嘴巴是最準的 像我們去吃到自助餐的 或是吃到哪一家 哪一家的米的 一入口你就知道了 它那個米有沒有那個 那個汗嘴 那個感情存在 馬上吃就能 讓人感動 超讚的 超讚的 我會不會 到最終的 小時候 失敗 乘不來 我會不會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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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